因为我没有钱 所以我真的买 ASIA 完了呗 摆三千的车你买什么东西回来 我现在脚左边的 muscle 比较粗了 右边比较细 这条友一直每天讲他的车是日本版的 ASIA 然后今天我们就叫他来分享一下 这个日本版的 ASIA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咯 为什么会让他去买这辆车 来 我们来欢迎我们旁边的飞仔 哈啰 大家好 我是 Jayden 从 Auto123 那我买车没有折扣啊 OK 首先我们来让他自己介绍一下 他的日本版 ASIA 是什么车 然后有什么特色啦 什么车日本版 ASIA 咯 它是 Suzuki C Sport 啦 我那辆是 2020 年 然后才买应该多个月啊 七个月 七个月 一年不到啊 买 132 千 Manual 手牙 1.4 Turbo 这辆日本版的 ASIA 有什么特点可以让你去选择啊 因为我相信 对于很多人看了你的 Video 他们可能也会考虑一下去买一辆 ASIA 还是什么啊 因为我没有钱 所以我真的买 ASIA 哈哈哈 什么啊 没有啦 我的理想是很大 我是喜欢 FK8 Type R 啦 可是200多钱买不起 就买个便宜一点的 Type R 来价 都是前驱嘛 都是 都是日本车是不是 没有啦 讲着 C Sport 最新我是那个黄色 比加旧黄 人家叫 Champion Yellow 比加旧黄 而且有 Manual 啦 它的 Manual 真的很好驾 然后 1.4 Turbo 改装前六大 这辆车很多东西玩啊 怕你没有钱嘛 我觉得还有个特点就是这个 1.4 可以打 95 以前的 Swiss Sport 1.6 NA 那个 因为它是它的 Engine 要求比较高 所以要 97 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 你加 1.4 Turbo 班的你比较生钱啦 没有 我照打 95 打到我脱裤了 你是照打 97 不照打 95 诶 sorry 我照打 97 打到我脱裤了就是 这样子你刚才讲 这辆车你驾了 7 个月啦 就是 7 个月里面你一定有一些感想就是 我相信很多人一听到手牙 第一点就是在 KL 塞车啊 驾车那个脚一定会麻掉啊 还是或者是这个车是一辆 Sport 的 Hatchback Suspension 会不会跳到阿妈都明白 哈 首先 Suspension 啊 真的是我不敢载我妈妈 它是真的跳 不是开玩笑 很跳 然后这辆车没有隔音的啦 什么声音都听到我 你跑到 80 啊 你觉得你跑白山了 那风声很大声 至于手牙叻 会不会脚酸叻 一定酸啊 brother 你不要想念多 肯定酸 OK 我那时候塞车一个小时 我的脚啊 要飞掉了 我现在脚左边的 muscle 比较粗了 右边比较细 嗯 所以每次出门的时候塞车 他就坐我的车哦 啊 有塞车 诶 可以坐你车吗 我不要加 metal 那他就坐我的车啊 然后那个脚酸了 你就变成我了 我看下我脚没有比较粗 你怎么加 Auto 啊 不要讲话 CVT 啊 我的车不是 Auto 我车是 CVT 啊 一样的 CVT 我们这种 Real Man Use 3 Paddle 三支啊 我们有 Paddle Shift 啊 OK 我们也是可以加减压的 OK OK 赢了哦 没有话讲了哦 没有话讲 我有 Clutch 啊 OK啦 其实我们来讲一点真经的东西啦 嗯 就是这辆车 它是一辆算是一辆 B Segment 可能 B Segment 和 Sport Hatchback 这样子跟一些比较同类型的车相比的话 你觉得它有什么特别 可能比较同类型的车 可能像是 208 GTI 或者是 Ford Fiat 这种比较远古一点的车啦 虽然现在可能买不到啦 但是我相信还是会有人做点 Compare 样子 208 GTI 叻 200 匹 直路很快 会推投 你应该驾过那辆车吗 驾过 推投了 然后像那个价钱行李可以买到二手 Volkswagen GTI Golf 也是一样推投 C Sport 因为它Below 1000 kg 我那辆车是 970 kg 吧 很轻 对 975 所以很轻 然后它整辆车很平衡 这辆车基本我下 Track 或者跑山是不会推投的 因为它 Engine 也小啦 Engine 小 车身轻 轴距又短 又灵活 很好价 它轴距我们也就好像只有 2500 左右 2500 左右可能还短过现在的 Asia 还真的是 Asia 它比 Asia 还小量啦 是 还有一点就是它配上这个 Engine 因为其实 Suzuki 一时来的它做 Engine 是很厉害的 因为它们是从做 Motor 骑驾 然后它们也做车 它们的 Engine 在轻量化这个功力 我觉得是很厉害的 所以这个车你不要看它只是前驱车而已 它配重也还蛮漂亮的 配重很漂亮 上山不用踩 Brake 有踩油 我想问你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可能是对一些 Swift Sport 的潜在买家 可能会有点帮助的 就是你对这辆车的引擎 然后它的这个操控 就是那个 Steading 的 Feedback 啦 还有悬调 你有什么心得 有什么经验要分身 我们来讲 Engine 先啦 Engine 很 Tuning 到非常细腻 因为我第一次拥有 Suzuki 的车 那时候我买 我一直以为它会很 Raw 很大声 哇 那 Engine 是很细的 很细的 你拉到 6000 转都很顺的 它不会很大声 声音很好听 加速快 加速快 很快 可能也是因为我打 97 啊 而且这辆车本来就 140 匹 230 Nm 我跟你讲 我三号牙我出弯踩弯油啊 打轮的 Crescent Control 量的 三号牙 然后这样车轻 是 所以这辆车它原装来讲是很好驾 不过你驾久了叻 你还是会新洋洋要去改装 因为不够了 哈哈哈 So overall 是满意的 Engine 然后 Steering 跟 Suspension 这一个部分呢 Steering 路感很清晰 它很重啊 因为它不是那个 Electric Power Steering 它是油的啊 它是 Hydraulic 的 诶 我还知道它还是油的 它是 Hydraulic 的 So 它的 Feedback 是很原始啊 你那个地上有石头 你都 feel 到那个石头了 那个机械感 很机械感 它的整个转向是很准的 Even 我是原装 Steering 不是跑车 Steering 都很准 然后 Suspension 就像我拿来讲的 比较硬 比较跳 它是很稳的 它的比较硬 比较跳是 你会 feel 刚性啊 很够 它的刚性很强 如果是讲 Daily Use 的话 会有影响吗 我是 OK 的 but 我说话载我朋友 我同事载爸爸妈妈 都是 Complain 啦 没有 我没有 Complain 你没有 Complain 了啦 我没有 Complain 也比较少载你啊 我载我姐姐爸爸妈妈 好像我载你 比较多 你一一一 我骗我那辆车不可以载人 我载人啊 因为我觉得你的车很挑哦 做什么你要买这样的车 所以为了避免给人家讲 我就不要载人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 这辆车的内装 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讲它比较 朴素啦 你要讲 Chip 就讲 Chip 我不觉得 Chip 啦 我讲很老实话 我没有觉得它 Chip 它是设计很简单 可是其实你摸东西 它用了是 OK 的 它的 Plastic 是好料的 Plastic 我可以这样跟你讲啦 它不是普通的 Plastic 是好的 然后有的东西都有咯 Stairing 是 Multi-Function 那个 Meter 也够美 它的 Stairing 可以 可以进出上下 当然啦 我那个 Sport Hatchback 来咧 它给我上下就死了 你的 ASEA 吗 我的 ASEA 高级一点 嗯 其实有的东西都有啦 Aircon 也很冷 OK 的 然后我觉得我喜欢 它那个 Aircon 那个转的 其实质感很好 是 质感很好啊 然后有什么比较你不满的地方 我的 Dashboard 会想 你拿来 Laugh 当然是会想 带你来 Pack 1 烧 1 其实那辆车没有什么特别不喜欢啊 是哦 我没有 Armrest 驾久很累的 因为你跑 Highway 你进到 6 号牙了嘛 你手没有地方坐了 你就找不到 Accessory 装了 装了 我的 Handbrake 不能这样子了 哦 所以它顶到 Handbrake 那啦 会装了 就顶 Handbrake 了嘛 肯定了 哦 还有点你没有讲到 那辆车没有 CarPlay 这个是一个通啊 而且你外面很难找到它的主机 你找那种 Android 机啊 很少 Android 机的 Design 又大大片了 很丑 那 C Sport 那一车不可以装那种 八九寸的 Android 机的 我觉得我装枪了 啊 没车丑啊 万事 没装到我老耶 整个 Aftermarket 够够力了 不用紧 我 2K 萤幕 我有 CarPlay 还是 Wireless 的 你的车 4 个 Speaker 我 6 个 我可以装 我不用装原装 我的 Seat 啊 我最喜欢它的 Seat 我的是 Sport Seat 差不多每一个坐我 C Sport 的人 一坐上来 哇 这个 Seat 跑了 舒服 又够 包到准 前提是它车比较周间的 就是静止的状态 车都要走啊 走的时候就 就跳啊 就一直在那边骑马 这样子会买到这样的车的人 多少都是会改一点东西啊 你改了什么东西 我改 其实现在没有改 只是有 升级啦 升级啦 要改 我的 Rim 是 GI Yaris 的 18 吋的 Taya 是 Bridgestone 的 i7C Semi-Sleep 接下来会改 Brake Fore Port Suspension 定了 HKS 的 Intake 是 MSD Agile 是 Customized 这样改到来 加 ECU Tuning 应该有摆气匹啦 然后我的 Group 的人呢 已经改到 200 匹了啦 那个是改一辆 Seat Sport 出来的 200 匹 200 匹的话 这样其实这个 Engine Block 还蛮强的 如果是讲 你没有经过于升级 Engine Block 的话 你能够顶到 200 200 是 Omniu Omniu 200 Omniu 200 的话 这样这个 Block 真的不是普通的强 因为如果是讲这个 Block 没有一定承受程度的话 你上到 你不要讲 200 啦 你可能它原装 他们是讲 140 嘛 140 Omniu 带来可能只有 120 多 110 多到 120 多 如果你去到 Omniu 150 它可能就爆了 如果 Block 不强的话 但是它可以原装 Block 啦 没有升级东西 C Sport 原装车 Run 95 的有啦 原装 Dyno 啊 136 hp Omniu 这样其实没有损失啊 没有损失啊 是手牙还是 Auto 手牙 所以目前去 Sport Group 蛮多辆 改到 180 到 200 匹了 有几辆了啦 然后 Malaysia 最快那辆也是 200 匹左右 说法没有问题啊 那种车架都很好 可是 200 匹的话 它又是前轮车 加上它车型会不会拖 still 要开 Camber 咯前面 要开 Camber 然后我认识的那辆 200 匹 是有装 LSD 啦 它玩 Cam 自己设计 RSD 啦 是 So Camber 要开啦 不然抓不到啦 可是你改到那辆车就差不多是 奔向 1000 亿了 那个车重 这样又不会啦 接近 1000 出啦 1000 出 嗯 这样子你有什么东西想跟一些那种 可能在考虑买 3Sport 的人分享 就是你要买手牙还是买 Auto 还是这辆车买要注意什么东西啊 然后它的保养费用啊 我身边有几个人因为我买了买 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 因为其实会买这种车人呢 他是会欣赏的 其实买它的人很两极啊 一就是这个价钱我买 Civic 二就是我会买它 So 也不用去讲那样多 它是一辆好车 很容易玩 很好玩 也很多东西给你玩 然后它也可以 daily drive 也可以买下 track 你要坐摩都可以 保养费用方面其实 其实我这辆车了不到一年啦 So far 我收集到的 Feedback 是车主 他们都没有讲这辆车有问题 唯一一个通病是 Engine Mounting 的容易坏 Engine Mounting 容易坏 这样 Engine Mounting 很会贵吗 不会贵 我问不到原装啦 改装的 Costco 啦 日本的啦 千多块不 三粒 3粒 So 其实不贵了 而且不是一下子就坏 是一两年两三年才坏 So OK 啦 然后其他通病其实没有 这辆车 overall是OK 因为日本车 保养费用 换黑油 看你用不过油了 我的油一Lit 百一块 So 4Lit 就400到500块 那个是你自己选啦 你要选 你真的要你拿那种 普通的黑油 那种一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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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是可以的 这样又不要这样 这样糟蹋 诶 驾到 C Sport 了 你用一百块的油一桶 两三百 OK 啦 因为其实那个 Engine 本来都不是 Tune for Sport 它不是像 Type R 哇 那个 Engine 是很够力的 因为 Suzuki 有很多车 都是用这个 Engine Sutuki 很多车用 XX4 Viktara 它很 Friendly 了 所以不一定讲 哇 你要用到几够力的油 其实你用 Normal 油也是够用的 但是如果是你没拿去跑的话 你就是要一个比较可以耐高温的 Engine Oil 啦 然后这样子要买手牙还是买 Auto 啊 都是六速 我是肯定讲买手牙的 其实 Auto 好架的 我有架过 Auto 有 Pedershift 吗 有 Pedershift 吗 有 Pedershift 吗 而且呢 Auto 是很聪明的啊 只是我觉得还是买手牙 买 C Sport 你买 Auto 做什么 就讲 为了避免不要塞车的时候 Besthift 就是加 Auto 会好点啊 不过其实 Auto 也是很快啦 在 Serpon 也是做到蛮不错的 Auto 我没有记错它的 0 到 1 包 那是 8 秒 2 8 秒 2 然后我们 Manual 是 8 秒 快 0.2 秒而已 看你咯 你喜欢 Manual 就买 Manual 你要买 Auto 也是 OK 的 就是这个 Suzuki C Sport 可能算是比较小众的车啦 小 这样子他们有没有什么社群啊 然后在社群里面可以拿到什么经验 有有 我们 Malaysia 有 Suzuki C Sport 的 Group 我这一代啦 在 G33 啦 目前有 110 多辆 整个 Malaysia 110 多辆其实不少 不少啊 把 Type R 那也更多啦 Type R 我没有记错有 600 辆了 Type R 如果是 Honda Malaysia 的 应该是 200 辆了 是咯 我跟你讲啊 这个 Group 你进去啊 每天叫你改车啊 你钱包不够后 你不要进那个 Group 啊 吓死你咯 每天我一睡醒啊 改了 Brake 改了 Suspension 改了椅子 欸 Jaden 几时改车 哇 我看了咯 然后再看一下 Bank Account 怎样改 我打油都打到饭死了 怎样改车 所以你要买 C Sport 可以 你要钱包够后才进那个 Group 不然你进了那个 Group 你一定中毒了 你怎样都要改车咯 我一定会叫你改的 如果你买话 里面会拿到一些有用的 information 很多啊 就是其实改装怎样改 其实如果你不懂啊 像我如果我不懂 我第一次玩 C Sport 嘛 我进去 Group 哎呦哦 Intake 可以这样改 Adjust 可以这样改 哦有时候 Group Buy 便宜一点 不错啊我觉得 那还可以 Group Buy 啊 有啊他们 Group Buy 很多啊 Group Buy 便宜几百块 这样可以也不错啊 是讲便宜几百块啊 可是那套 Adjust 几千块 所以你也要有那个能力 去改为行 Group Buy 才可以 你要有那个能力 给它 Group Buy 啊 那个 Suspension 十多千 便宜那两百块 你自己算一下 Suspension 是 Adjustable Casko 十二千 所以那个车其实好像不贵 其实我那天我有问一下雷控商 就是如果选年份旧一点的 18年咯 可能一百一十这样就拿到了啦 百亿多百二买到了 可是问题就是车不贵 你改下去就是看手看脚了 很贵因为 Susport 日本 Parts 嘛 日本JBM Parts JBM Parts 都很贵 你看 HKS Endless AP温馨全部很贵 Casko 很贵 Monster 所以那种改车是条不贵路啊 是你一套 Adjust HKS 啊 七八千了打顶 Suspension 十千 HKS 的多七八千 Intake 又四千五 Turbo 又三四千 Intercooler 又三四千 你算一下多少钱了 一两百米了 算了啊 然后你就有两百匹 你就可以享受两百匹的快乐 算了啊 这样你驾这辆车 有什么关于你对这辆车比较难忘的经历吗 有一次我驾Manual 我去Event 一个小时多 我Tark Rush到脚发抖 我到我下车我都是在抖啊 因为太累了太痛了那脚 然后经历的话 很多人会看我车哦 我有时候乘客在妈妈啊 还是乘客在外面啊 人家看到会拍照 你觉得你的车还是 比较懂车人啊 他们玩车看到 哇你这辆车 会啊 Sick 4 啊 当然那种不懂的人 不懂的人就 这个价钱你买这种车 哎呦 怎么你买这辆车 哎呦 还要Manual 哎呦 那个椅子没有电动啊 哇啦呦 买三千的车你买什么东西回来 喂 怎么你的screen 这样小啊 这种人这个其实也不是讲买 所以说才会遇到你买什么车 都会有这样的人啊 是 我只是我们遇到比较多一点 所以习惯就好了啊 不要在乎别人看眼光 你喜欢什么你就去买 刚刚 Suzuki 公布了这个新一代的 Switch 你希望它有什么改进 Sporty 一点啊 然后 Engine 马力再高了一点 不过往开新闻讲 日本现在没有 Manual 了 剩 Auto 而且哦日本的是 Hybrid 了 我的是原装 Turbo 没有 Hybrid 了 而且哦日本起驾 我没有 我的车起驾了 我没有认识日本的 不容是 24 还是 48 V 48 V 然后它 down tune 那个 1.4 的 Turbo 是啦 它还要 down tune 我是很庆幸的 在最后 E-Bash 2020 年买到这一款 现在日本起驾 我跟你讲我这样车 应该是不会亏啊 亏也是亏一点点啊 嗯 这个是有可能性的 真的真的 很值得 因为物以稀为贵 越少就会越贵 对 所以 Turbo 买 买 买在那边看看了又不要买 看来这么多是不是 买 OK 总的看完了 这个 Video 的结论就是 买就是了 买加改 去 抢 哈哈哈哈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内容 如果大家还有看 想看什么车的车主分享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 我们会尽量去找一找的 最后就是记得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